放弃角色扮演 我们每个人在要学习的生活意识中 最重要的一门课就是 在任何情况下 做好你需要做的事 但是不要让它成为你所认同的一个角色 如果你的行动都是为了行动本身 而不是用来保护、加强或是顺从你角色的身份认同的话 那么无论你做什么 你的力量都会非常的强大 每一个角色都是虚构的自我感 经由他所有的事都变成一个针对个人的 而且还会被心智造成的渺小我 和他当时扮演的角色给浮化和扭曲了 在这个世界上有权利地位的人 像政客、电视人物、商业和宗教的领袖 除了少数几个特例独行的例外 他们大部分都完全地认同自己的角色 他们也许被视为VIP 但是他们不过都是小我游戏中无意识的参与者 这个小我的游戏看起来是如此的重要 但最终还是缺乏真正的目的 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 它不过是一个白痴诉说的故事 充满了噪音和愤怒 无足轻重 令人惊讶的是 莎士比亚没有看过电视 就能够获制这样的结论 如果这个地球上的小我 戏码有任何目的的话 这个目的也是间接的 在这个地球上创造更多的痛苦 虽然绝大多数的痛苦都是小我创造的 但它最终却是会毁灭小我的 痛苦就是来烧尽小我的火焰 在不同角色扮演的人格世界中 有少数人不会投射心智 制造的形象到外界 他们是从脚身的核心本体之中来运作的 他们只是简单的做自己 不会忘自尊大 他们如此的出类拔萃 但真的唯一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改变的人 他们会带来新的意识 无论他们做什么 都会获得力量 因为他们的作为 是和整体的目的一致的 然而他们的影响 却远超过他们的所作所为 也远超过他们的功能 他们单纯的临在 简单自然 不做作 无论谁和他们接触 都会感受到他们转化的力量 当你不扮演角色时 你的所作所为 就没有自我和小我掺杂在其中 也就没有隐含的目的 保护或是强化你的自我 因此 你的行动会有更大的力量 你会全神贯注在当前的情况下 你与他合一 你不会想借由他 而成为什么特定的人 当你完全是你自己的时候 你是最有力量 最有效率的 但是不要试着去做你自己 你又会成为另外一个角色了 那个角色是本然的 自发性的我 一旦你试着想要成为特定的人物 你又在扮演一个角色了 做你自己 做一个很好的忠告 但是他也很可能误导你 心智会插进来说 我来看看 我如何才能做我自己呢 然后你的心智就会制定出 我如何才能做我自己的某种策略 这又是另一个角色了 我如何才能做我自己呢 这个问题事实上是错的 它意味着你必须要做一些事情 才能成为自己 然而这个如何 在这里是不适用的 因为你自己 因为你已经是你自己了 不要在你已经是的那个基础上 再加上不必要的负累 但是我还不知道我是谁呢 我不知道 做我自己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可以完全接受 不知道自己是谁这件事情的话 那么剩下来 就是你是谁的真貌了 那个在人性之后的本体 纯粹潜能的领域 而不是一些已经被定义了的东西 放弃定义你自己 不管是对自己 还是对别人来说 你不但不会灭亡 反而还会重生 同时 不要在 不要在意别人怎么定义你 当他们定义你的时候 他们其实 是在为自己设限 所以这是他们的问题 当与他人互动的时候 不要自私扮演一个角色 或提供一个功能 而要成为一个有意识 临在的领域 为什么要扮演 角色呢 这是因为一个 未受验证过的假设 一个基本的牛物 一个无意识的思想 那个思想就是 我是不够的 接下来就是 其他无意识的思想 我需要扮演一个角色 所以我可以得到 让我能全然成为自己的东西 我需要得到更多 所以我才能成为更多 但是你无法成为 比你更多 因为在你身体和心理的形象下 你是与生命本身合一的 与本体合一的 在外在的形象上 你会 而且始终都会 赐予某些人 或是优于某些人 但在本质上 你不会赐予或优于任何人 真正的自尊和谦卑 都是从这份物中生起的 在小我的眼中 自尊和谦卑是矛盾的 在真理中 他们并无二致